第219章 走吧走吧 看着族人们的阵势 妇人便知道自己最害怕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 看着身上的稀泥 闻着臭气 想着可能发生的事情 恐惧和委屈在心中交织 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她看着族长颤声说道 这是怎么了 那名壮汉愤怒地看着她咆哮道 你把一个外乡的男人放在了屋子里 还敢问我们怎么了 你这个不守妇道的贱人 简直让我们的全族人蒙羞 夫人沉默低头 惊慌不知道该如何言语 虽然她很想辩解 自己和那个外乡男人之间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但她知道族人根本不可能相信 而且更重要的是 她很清楚 自己确实不守妇道 确实想和那个外乡男人之间发生些什么事 族长轻轻咳了两声 阻止了村民们四处打杂的行为 走到夫人身前 看着她低迷着头 目光在她丰满的胸部上撇了撇 叹息说道 哎 林子啊 虽说 你是个月轮国人 但你嫁到我们村子后 我们 可曾对你不好 不好 夫人低着头 颤声起怜说道 这些年来 权贵四老爷和族人们的照顾 族长的脸色皱寒 继续说道 诚哥死后 我做主 让你改嫁 你不肯嫁 说是要替诚哥守节 那我们便依你 但你现在 这又算是什么 夫人听到这话 抬起头来 看着先前那名壮汉一眼 悲伤地想着 族长你要我改嫁给你儿子 这怎么能行 诚哥采药坠崖 而死时 他就在身边 谁知道当时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 曹小树 从屋里 走了出来 村民们看着 那个外乡男人 居然没有逃跑 还胆敢出现在自己面前 顿时更为愤怒 手里挥舞着锄头 便准备上前 把他打死 族长老爷 却很奇怪地拦住了众人 曹小树先前在屋中 已经听了片刻 看着场间的局面 便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在长安城时 他便知道 大和国民风守旧 传统 尤其是乡野村镇里的富人地位 极其低下 然而却没有想到 会惹出这样一场风波 他走到那名族长面前 很诚恳地解释了几句 族长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说道 此事涉及我族中的声誉 岂能随意放过这等不知羞丧的富人 曹小树平静地说道 如果我与他真有私情 族长莫非也要治我的罪 族长看着他沉默片刻后说道 我知道你是唐人 所以只要你道歉 赔礼 再留下一笔银子做补偿 便可以离开 曹小树看了一眼瑟瑟发抖的富人问道 那你们准备如何处置他 族人还没有发话 那名壮汉恶狠狠地说道 进猪笼 进猪笼这三个字 对这些村民们来说 仿佛有一样的诱惑 顿时呼喊声响彻小院 纷纷喊着要把富人进猪笼 最好脱光了衣裳 先打一顿板子 曹小树环石四周 看着那些男人们眼中贪婪 猥亵的神色 看着他们因为兴奋而扭曲变形的嘴脸 轻声说道 这等人 似乎杀的 大榕树下的小院 骤然安静 族人们似乎觉得自己听到了些什么 却有些不相信自己听到了些什么 族长脸色骤然阴沉 看着曹小树准备说些什么 然而不等他开口 曹小树转身望向富人温和问道 这些人 你说杀不杀的 富人身体微僵 片刻后才醒过神来 他本来已经绝望 然而此时 看着曹小树温和的眼神 却觉得似乎希望正在重新回到身体里 他看着那些面目可憎的族人 身体骤然剧烈地颤抖起来 哭泣着说道 我不是这个村子里的人 我是越伦国僧林里的人 我是被人贩子卖到这里来的 我丈夫死了 他们想让我嫁给赌场的儿子 我不想嫁 我不想嫁 这些话 他从来没有对外人说过 因为这个闭塞偏僻的村落里 没有外人 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就算相信 也没有人敢同情他 所以想知道外面的故事 想和外面的世界发生一段故事 此时 他终于把这些话喊了出来 因为他想活下去 杀得就好 超小树看着院子里的人们问道 哪些杀得 妇人指着白发苍苍的族长 和那名壮汉颤声说道 这对父子最该死 超小树向前走了两步 院子里面的族人 举起了手中的锄头铁叉 想要打他 篱把被这些人踩得四处凌落 超小树 拾起一根竹片 然后他挥了两道 族长的头颅和壮汉的头颅就飞了起来 族人们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脸色骤然变得苍白 不知道是谁发了一声喊 所有的人疯了般四处逃散 也没有人敢管倒在篱笆上的那两具尸体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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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爆棍 惊恐而绝望的呼喊声在村落里凄厉地响起 经了池塘里的鱼儿 扰了榕树里的鸟儿 撕碎了此间已经延续千年的平静和规矩 族长父子的无头尸体还躺在简陋的小院里 妇人脸色苍白身体微微颤抖 但眼睛里面的光泽却要比以往十几年里都要明亮 超小叔看着他问道 对这个村庄和这个院子还有留恋吗 妇人摇了摇头 喃喃说道 怎么会有 那便随我走吧 妇人吃惊地看着他的眼睛 眼中满是惊喜的神情 紧张地说道 好 他很紧张 所以他没有问他要去哪里 他要跟着他去哪里 只要能离开这个村子 他去哪里 他都愿意跟着他去哪里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超小叔忽然沉默了起来 双眉微醋 似乎有些犹豫 不知道有些话应不应该这个时候说出口 妇人的身体微僵 沉默片刻后苦涩地说道 是啊 我是一个不知廉耻 不舍福道的女人 哪里还能带回家呢 你还是给我些银粮 我自己去活着吧 最后 还是得要朝你要银子 不过 也顾不得被你耻笑了 朝小叔看着他说道 我 只会给一种女人银子 妇人的脸色苍白 七处地说道 原来如此 可惜 我虽是个不受妇道的寡妇 想把身子给你 但是靠身子挣你的钱 却是不愿意的 朝小叔静静地看着他的眼睛 温和说道 你误会了 我是说 我只会给妻子家用 却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 拿着家用 妇人 正了半天才醒过神来 她揉了揉眼睛 想哭 但又觉得有些丢人 朝小叔看着他笑了笑 进屋收拾好行李 然后走出小院 看着依旧在发呆的妇人说道 走吧 妇人接过他手中的行囊 二人就此离开 宁缺 一直在思考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为什么苦行僧到时能够在长安城里准确地找到自己 这件事情的背后 有没有人在做手脚 第二件事情是 如果剑阁对书院的挑衅 以及朝小叔配件被夺一事后 有神殿裁决司的影子 那么朝小叔不在剑阁会在哪里呢 第三件事情是 怎样回复西陵神殿带走桑桑的请求 后面两件事情都与西陵有关 想着成立雪对财爵司的态度 他觉得还是应该去南门观一趟 至少可以打听些事情 天狱大神观 现在的神座便停留在南门观中 要与这等身份的大人物进行谈判 首先当然必须统一几方的意见 如此才能并止维权 这女孩子呢总得有些人生理想 你看看到吃 她的理想就很简单 就是想在慢慢修行道上走到最后 你再看看人家司徒一兰 就是想成为大唐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女将军 就连那个唐小唐那个小屁孩 都想成为世间最强大的女人 宁缺站在桑桑的身后碎碎念着 桑桑蹲在井边 专心致志地掩着小黄鱼 根本不爱打理她 也不想和她讨论这件事情 这有理想才有追求 有追求生活才能充实 没有理想的女人 最终会变成无神的鱼眼珠子 会变成无法翻身的一条咸鱼 宁缺看着桑桑瘦小的背影 叹息说道 哎 我自然是舍不得你离开的 但既然你有能力 就这么天天耗在柴米油盐中 未免也太过可惜 我很害怕 将来等你老了 会后悔现在的选择 桑桑把烟鱼在竹框里摆放 就着微凉的井水洗干净手 转身看着她说道 我仔细想过这件事情 还是不想去西陵 为什么 还是那个老问题 我走之后 谁给你做菜煮饭打西椒水 嗯 哎 这确实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再找几个丫鬟倒是简单 问题是离了你 我睡觉总睡不舒服 片刻后宁却摇了摇头 感慨说道 哎 但总不能因为没人做菜煮饭 打西椒水 以及睡不好觉的缘故 就让西陵神殿从此以后 没了光明大神观呢 这件事情是要写在史书上的 我一定会被后人挖坟曝尸的 当天夜里 主仆二人就这件事情 进行了一场极为深入的谈话 一直谈到深夜 才得出了初步的结论 疲倦的睡去 第二天清晨 宁却和桑桑梳洗完毕 用完早饭 正准备去南门观 拜见天狱大神观 忽然听着铺外 远远隐隐传来礼乐声 中正平和的礼乐声 从远处逐渐靠近林四十七项 声音所及之处 先是一番嘈杂议论呼喊 然后是绝对的安静 宁却有些惊讶 推开老笔斋的铺门 向巷口望去 只见那处鲜花漫天挥洒 月声青阳 一道神年在庄严肃穆的 一丈拱位下 正缓缓而来 天狱神座 来了